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 去年初进行身体检查 是意外发现罹患初期大肠癌 于是果断接受手术 并在身体康复后 努力恢复到最佳状态 今年是他第三度参加奥运会 不过在二日晚间的赛事中 遗憾只不把他强受 他一度哽咽表示 自己想尽办法努力这么多 还是没办法达成目标 只能说再加油 让球迷们十分心疼 YouTuber阿滴近日飞往法国时 正巧与国手们搭乘同一班飞机 当时周天成主动上前 送他代表台湾的限定版徽章 让他感到有惊又喜 大赞对方是大暖男 日前阿滴透过现实动态 再度分享了两人的合照 为对方姻缘写道 周天成去年离爱康复后 今年第三度赞上奥运 是台湾之光也是生命斗士 谢谢带来精彩比赛 另一则现实动态中 也能看见阿滴将周天成送的徽章 放在自己的书桌前 可见他十分珍惜周天成的心意